提著大包小包抱起孩子往前衝 上百人拔腿狂奔 試圖闖關美墨邊境大橋進入德州 不過前方 邊境警察已經架好鐵絲網 嚴陣以待 無論移民喊得多聲嘶力竭 警方也只能無奈搖頭 入境美國是移民唯一夢想 當地時間十二號也就是移民日 大批移民誤信謠言 以為美方會無條件開放入境 一時間全湧向邊界 造成邊界大亂 混亂場面 雖在警方趨離下平息 不過移民問題始終難解 What's your biggest biggest dream to arrive to the US 鏡頭前年僅九歲的小男童 最大願望就是入境美國 不過去年十二月就抵達美墨邊界的 他一等已經超過三個月 為解決每天數以千計的移民申請案 美國邊境保護局推出這款APP 但逃到邊界的移民們 根本無法負擔網路費 每天申請名額也有限不到八百個 短短幾分鐘就而滿 網路申請 別說提高效率根本起不了作用 移民日引發的逃難潮 宛如移民對美國入境政策 和美國夢的怒吼聲 三立新聞 環環報導 作詞來表明 制作詞・編曲 夾身 你不知以後 詞・編曲 收音 飾身 這些詞・編曲 攝影 補協 預伴 在 補協 排 巨擔 補協 製 製 製